歡迎收看二分之強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怎麼了啦 有的時候覺得生活中壓力真的好大 壓力大 你想想看 結婚生小孩以後 老婆小孩都住進來了 就覺得家裡的空間好像不夠用了 想說是不是換一個大一點的房子 房子大 這麼貴 誰買得起啊 哎呀 這好解決嘛 你就是讓老婆小孩 住在原本的房子 你搬出去啊 因為你自己一個人 買一點塔位都可以睡的 好 欸 你這樣講這個問題好像解決了 是不是 可是還是有很多壓力啊 你也知道小孩越來越大了 小孩教育費好貴啊 這不是我在說你 有時候臉皮就是要厚一點 我知道你不敢開口 你有時候也是要教肚力 肚力要富一點嘛 他怎麼這樣坐享其成呢 對齁 畢竟肚力是他的親生父親 是啊 欸 這個問題好像也解決了 對啊 可是 有的時候真的壓力很大 事情很多 我真的想說一個人 是不是有個地方 可以讓我沉澱一下 讓我親近一下 我覺得這更好解決 真的嗎 有個地方可以讓你耳根親近 排除七情六欲 不用與人類溝通 嘿 OK了吧 喔 那需要費用嗎 你可以好好自己沉浸 而且包吃包住 包吃包住都不用錢 對 什麼地方趕快提供給我 中台城市 中台城市 聽起來不錯喔 是不是 每天啦 公吃公住啦 還有法師帶領我 對啊 可是因為裡面每一個位 都是要做法師嘛 對 那每個人應該都有一個法號 你法號好取啦 法號不好取 他要上什麼下什麼 你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法師啊 漂亮喔 好 所以呢 樑歪法師 樑歪法師 對啊 你到底要胡說八道到什麼時候 是 你自己一直在那邊胡說八道 這一整段能聽嗎 我覺得很OK啊 兩位法師怎麼了 好笑喔 不需要 不需要嗎 好不好 我不需要 沒有任何壓力 沒有任何煩惱了 好 那塔位要買嗎 不需要買了 好不好 今天講一下 因為各國喔 因為現在這個大環境不好 對 各國的壓力其實都很大 是啊 但是有的地方福利好到 嚇到你吃熟熟啊 真的 福利好到都想搬去了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苦中作樂啊 只有每天自己冷笑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三位 當然呢 每天看他們長的外肌扭疤 但是每一個都是從天堂來的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歡迎 謝謝 良好的社會福利 是一個國家對人民應有的責任 而福利制度的好壞 每個國家都不同 今天就來看看這些國家 有哪些令人羨慕的社會福利吧 請問在你們的國家 這些事情一點都不苦啊 什麼是不苦呢 在瑞典 其實最大的一個福利 就是說 在瑞典念書怎麼了 因為第一個 在瑞典念書都是免費的嘛 然後念大學都是免費 所以當然 當然我們就是 就是不管 我們就是不會需要準備什麼錢 我們沒有這種壓力 就是從小就要存錢 為了後面就是 後來就要念大學跟這些 通通都不需要嘛 然後瑞典也沒有說什麼 我們分好的學校跟壞 就是不好的學校 所以你們有分什麼 私立的貴族學校啊 或是什麼公立學校 基本上沒有 在瑞典都是公立的 台灣有什麼第一志願台大啊 什麼第二志願第三次 當然沒有 因為都是免費的 然後都是 所以都是也是 因為他們也沒有要賺錢嘛 所以他們就是 看每一個學生 然後看他的成績 有沒有什麼好的還是不好的 就是看你要不要 你可不可以入學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覺得瑞典最大的福利 也是念書的一個 但是是在說出國念書 因為出國念書 每一個瑞典人都可以 為什麼 是因為政府都會有一種 就是補助給你 補助多少錢 非常多 因為這個 第一個 它任何條件都沒有 每一個瑞典人都可以申請 然後申請的 百分之九十九 都可以過 然後這個 這個是 你可以跟政府 你會跟他們借錢嘛 然後這個錢 大概百分之三十 是他們就給你 百分之七十是你跟他們借 所以需要還 但是這個歷史 歷史是零點一三 所以非常低的歷史 而且 如果你沒有 如果你還沒有開始工作 你就不需要還 你要開始工作 開始有收入 才可以 才要開始還 可是如果像你出國念書的話 你是在當地 當地有工作 像你現在在這邊有工作 如果念書的話 你等於就是要還 我要還啦 我要還啦 可是 沒有 這個我有聽杜利講過 他說馬丁到現在還在 假念書 爭炸財 還在騙瑞典政府 還有 沒有嘛 你應該有什麼 就學的證明嗎 沒有 那是 那是以前啦 那時候是在 不是 你有沒有 不是 有啊 那表示他曾經幹過這個手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有 我有念 瑞典的大學 但是在台灣 就是用網路 然後念書 然後因為這樣子 我還是可以拿一些錢 什麼的 但是因為就是 也就要還嘛 而且他說的一些錢 很多 就是很多 他們會給你的錢是 學費 機票 房租 生活費 全部通通都是可以跟他們拿 然後雖然是每一個國家 都不一樣 但是給你們說一個比例 台灣 你一年 可以跟他們拿90萬 什麼 意思就是說 我要讀書了 你每一個月有七萬五的收入 所以 所以你 所以我之前在日本 就是這樣兩年靠這個政府 對不對 然後來台灣的第一年 也是就是這樣子 哦 所以你這幾年炸了政府多少錢 大概快三百萬吧 三百萬 我要換給瑞典的政府 總共大概有三百萬 但是就是慢慢緩 然後因為歷史很低 所以還好 那你為什麼不乾脆一輩子讀書 永遠不要工作 因為他們 漂亮 沒有 因為他們其實有一個極限 你出國讀書 你可以最多他們是有 大概是四五年的讀書 可以借這個錢 如果超過 那你就不能再跟他們拿錢 哇 一年九十萬 五年也四百五十萬 對啊 我們付頭期款的買房子 那你在日本補了多少錢 在台灣又補了多少錢 就更多啊 因為日本比較貴 我有一個問題 要怎麼移民到瑞典去耶 其實很簡單啦 因為在瑞典我們連那種就是 室友的簽證都有 室友的簽證 什麼意思 室友 就是 就是你在瑞典你是室友 你就可以有簽證 所以 你不需要結婚 不需要是情侶啊或什麼 你們是室友 就是可以有一個簽證 我是你的室友 我就可以有簽證 對 所以請問你的意思是說 那整個攝影棚都可以簽證啊 為什麼 我們團購 等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以你的室友的身分 去辦了一個簽證 然後到當地去申請社區大學 跟政府拿補助 這樣我拿到 其實這張詞是不會啦 因為如果你要拿這個 你需要就是有瑞典的一種身分 但是其實這張詞就是啊 你在 可以申請 三年 就是要有居留權 三年就可以了 那你還是得念書啊 因為你不念書 他錢就不會下來 是啊 他在那邊念書嘛 我們很愛念書啊 那三年還好啊 有一個一個是說 因為我們是歐洲聯盟嘛 然後如果是歐洲聯盟 大家都是可以到瑞典 然後也是免費讀大學啊什麼的 然後也是可以跟瑞典申請一些錢 沒有那麼多 但是也是可以申請 但是如果不是歐洲人 那就比較難 比較困難 為什麼他們那麼大房 是你們稅補得很高嗎 我們是稅很高啊 那對嘛 我們就是基本的是 百分之三十三嘛 我聽到這個瑞典申這些故事 我永遠不想講話 我覺得我們其他五個國家 可以先回家 你覺得如何 美國的福利也不錯啊 沒有 他們那邊的福利是太好耶 雖然我們在美國 我們算是福利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我之前都覺得很好 美國有福利嗎 沒有 我之前以為 美國有福利啊 但是聽你講我覺得 美國拉扯了 對 美國應該只有福利社吧 沒有福利吧 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美國就是 國小到高中都是免費的啊 就這樣子 瑞典申 這也很好啦 國小到高中很多錢了耶 很貴好不好 還好吧 國小到高中很多了 那你這樣子講 好 那我們美國大學怎麼樣 超級貴 我先給你看喔 對… 我剛才做的一些研究 在美國念大學 如果是在州裡面的 那個學費 一年二十七萬 這是公立大學 公立大學平均來講 那如果是你要跨州 例如說 我住在亞利桑那州 但是要在加州念書的話 對 平均四十六萬 這是Out of State Tuition 那我們還要分第三個 就是別國家的那個… 例如說你在台灣 你要在美國念 平均就一百零一萬 看不到… 一百零五萬 對 這是一年的學費 這還不是包括什麼IV利益 沒有… 這是平均 所以剛好… 美金… 沒有 這台幣啦 台幣… 美金太多了 很可怕 台幣這樣也很可怕了好不好 很厲害 對不對 所以剛好是瑞典 跟瑞典的相反 在美國你要付這個錢 在瑞典你就可以拿到這個錢 蛤 美國爛車了 怎麼可能是這樣 我剛剛說的啊 而且我聽到很多台灣朋友 就是抱怨那個大學的學費很高啊 他們說過幾年的學費就五萬 我想說五萬算什麼啦 五萬是一年 沒有 一個學期 台灣私立學校 一個學期大概五到六萬 所以一年也差不多十二萬啊 他們隨隨便便就二十幾萬 四十幾萬 對啊 沒過那麼貴 很多人畢業就開始負債啊 對啊 美國都是這樣啊 像我們義大利是相反 我們是鼓勵外國人來義大利讀書 像比如說我們從幼稚園到大學 都是免費的 唉唷 對 可是呢 大學 我們義大利的人交的學費 比外國人交的學費還多 為什麼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記得碩士的時候 我一年是一千五百 大概五萬台幣左右 然後我來自天津的朋友 他一整年是四百歐而已 哦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 他們的錢沒有這麼多 所以要鼓勵他們在義大利上課 而且我們還有另外一個計劃 叫做 Erasmus 嗯 這個相反 我們的政府鼓勵我們義大利人 出國讀書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 那個免費的計票 然後每一個月還有薪水 所以你們政府一直在洗人耶 就是把外國人洗出 意大利人洗出去 去洗外國人進來 可是我覺得我們政府 沒有想要那個 不是 瑞典還有挪威那麼的大方 像我們一個月 大概就是八百到九百歐而已 可是你知道嗎 我在挪威的時候 我有很多同學 他們決定在挪威讀博士 他們一個月 就有十二萬台幣的薪水 不要說免費的 除了免費之外還有薪水 這個好像瑞典也有 怎麼那麼好 博士他們那邊都會有心智 讀書還有錢啊 三千到四千 十二萬 這個已經是總經理的薪水了 對啊 高級主管耶 這樣子我以為好好念書啊 走了吧 對啊 我們大家在這邊幹嘛 現在錄什麼意思 沒關係 等他們全部講完以後 我們再評估要直接攻哪一個地方 而且說真的 你們都說北歐消費很貴對不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跟台北 差不了多少耶 有嗎 北歐比較貴吧 哪有 可能一瓶水多四十塊台幣啊 但是相較之下 你還是有十二萬的薪水 其實俄羅斯的福利也非常好 你參加大學的社團也不用錢 完全免費 你要參加什麼 制服呢 內衣褲都有發嗎 沒有發 你為什麼在意的重點都跟人家不一樣 有的學校制服很貴耶 內衣褲有發 當兵的時候有發 當兵 制服有嗎 沒有沒有 而且在俄羅斯 所以畢業的旅行也完全免費的 畢業旅行也是免費的 例如畢業旅行都去哪裡 例如 就在俄羅斯 本 當地旅遊啊 也OK啦 你還去跑走啊 有的人家出國 大學生很多都出國 畢業旅行耶 那俄羅斯怎麼打 在俄羅斯也可以旅遊很久 俄羅斯夠大了 對啊 超級大 多地方 那德國的教育員便宜 其實是免費的啦 連外國人都可以免費讀書 就到大學是 但是一個條件 你要講德文 因為如果你不會講德文 你沒辦法上德國的一般的大學 我有一個台灣女生朋友 她之前很想在德國讀大學 那她知道免費了 所以她要考那個德文檢定 但是她考了四五次都沒有過 她那個書面的都過 可是那個口試都沒辦法過 因為德國人對那個要求很高 其實你需要總共什麼 A1 A2 B1 B2什麼的 你需要那個 好像至少B2才有辦法 那個已經算德文是蠻流利的 那如果你沒有去過德國 你只有在台灣都市的話 德國那麼流利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你根本沒有那個環境 所以她覺得 其實這個福利對亞洲人來講 根本不算什麼 不算很好 因為她已經花很多錢 在補習德文上 對 或然還是白費了 對啊 她根本沒有機會 你前面還是得要花錢補 對 德文啊 對 但是對歐洲人來講 這個就很好 因為對歐洲人來講 徐德文是比較容易一點的 是是 德國這個部分 我可以補充一些些 因為我親舅舅在德國 他非常厲害 利用他當兵的那兩年 自修德文 一退伍之後就到德國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他是德國的那個機械總工程師 哇 那他很聰明 對 對 那包括課本那個 我也覺得說 德國人其實這邊安排得非常好 因為 德國的中小學 課本是不用錢 但是 不能再回家 蛤 那你要怎麼唸書 對啊 不然怎麼寫功課 所以你做功課的時候 我聽到的是這樣 我不知道少俠是不是 所以他不鼓勵你回家做功課 他們覺得說你小時候應該要享受 更多課業之外的生活 所以是沒功課的 對 但是呢 上了大學之後 或是職業學校啊 他們的那個原文書聽說超貴 所以所有人如果要教科書 必須去圖書館借 但是哪有那麼多書可以借 但學校就說 那你就自己想辦法 因為上大學就是 你要面對社會的開始 就是說 你不用繳學費 但我就是要整你這樣 他開始磨 磨你啊 解讀會是這樣 其實課本是這樣子 是我們可以把課本帶回家 可是學期結束了 我們要還給學校 所以學校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在課本裡面做筆記 那這課本他應該會再利用了吧 對啊 一直利用 就是給下一屆的 幾年後會換一個新的版本 可是之前有朋友問我 那不用做筆記這樣子怎麼學習 那你不是有一個自己的筆記本 你還是可以做筆記啊 而且其實我覺得 德國人其實上課的時候 不太會做筆記 我們會聽老師講話 其實你認真聽的話 你根本來不及一直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做筆記 其實對你的吸收能力 是有負面的影響 但是我想到了 搞不好美國有這個福利 但是其他國家沒有了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在美國失業怎麼樣 對啊 就是在美國 就是如果你沒有工作 你可以拿到一些政府的錢 然後就是有一些人 他們都是故意這樣子 就是可能是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二十幾年了 都沒有在工作 他每個月都可以拿到 Welfare check 那他的Welfare check 雖然那個錢不夠多啊 可能是就是 夠多就是付你的房租 還要吃一些東西 因為吃東西 他們也會給 每個月給什麼 雜券 現在就換成一個卡片 那你就是去買菜的時候 你就刷你的卡 然後他自動扣 那就是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沒有工作啊 你可能就是一個月就是 他會幫你付那個 租書的錢 然後就是給你五百塊這樣子 吃飯的錢 看你你家 如果你家有很多小朋友 那個他們政府會給多一點錢 那如果你家沒有小朋友 他會給少一點這樣子 那如果是房子的話 就算你有工作 如果你沒有賺得很多錢 錢不夠 你可以申請一個program 叫做 Section 8 那就是比如說我這個房租 像我有一個房子 是每個月就是850塊美金 但是這個人付不出來那麼多 所以就是政府會補700塊 那個房客就是要付150塊美金這樣子 那比例很高耶 對啊 超高的耶 對啊 就是你們還是有流浪漢啊 大家就想失業做賺這個啦 沒有 因為說瑞典是沒有流浪漢 因為 都沒有 沒有 因為如果你沒有錢 你沒有房子這樣子 政府就會幫你 沒有房子 政府會怎樣幫你 給他們房子 沒有 他們就是會幫你付房舟什麼 他們會找房子給你住 蛤 但瑞典 你不會 你不會看到 瑞典人的 就是流浪漢 不好意思 那豈不是這樣的政策 會養出很多無賴嗎 沒有 不會 因為 我不准你這樣說馬丁 不是啊 沒有 你都會說 因為 如果有證明叫我幹嘛 沒有 因為 他們會幫你的 只是說 你不會在街上睡覺這樣子 就很多錢 你沒有辦法就是過得很好 但是至少你不是在街上睡覺 就是政府會幫你就是 至少是可以活著嘛 所以會給你地方可以住 會給你錢可以吃飯 對 但是自己 沒有過得很好 自己住還是跟別人一起住 沒有 有自己的套房啊 衛浴 自己有一個很好耶 你懂我意思了吧 就是說這樣 不是有養豬草若 誰要工作 我就是有個七身之處就好啦 有些人想法是這樣嗎 我覺得他們福利這麼好 就是因為他們都有良心 他們都不可以來這一套 對 就是他們會鼓勵你說 就是你要就是幫你自己做起來 就是幫自己變成 而且這樣子你 這樣子你拿到 你都沒有什麼多的錢可以去旅行啊 所以如果你要沒有錢買車子啊 你要去看電影 所以你一定要找工作 才可以過得好一點 像你拿到這些基本的錢 你什麼都沒有在做啊 是不是 你就是永遠就是怪在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要學習他們的精神 他只是暫時幫助你站起來 不是說永遠你就無賴在那裡 對 西班牙也有這樣的福利 如果你沒有工作 你失業也有補助金 而且這個現在比較嚴格 因為經濟不停止之後 就國家還是差得比較嚴格 但是整經也會影響到 很多人就有沒有 假裝沒有工作 然後接另外一份工作 然後沒有繳稅 反而還是會轉到那個補助金 所以我們也有這個 也有這樣子 但是現在比較嚴格 現在沒有那麼好 美國就很幫助一些失業的人之外 他們其實對 單親媽媽也非常的友善 因為像我的朋友他就是 他是有美國的國籍 然後因為他之前的感情 所以他就變成單親媽媽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這樣子會不會就是 自己帶小孩就是 感覺很辛苦這樣 他說其實不會 因為如果你去申請的話 他政府每個月會給你一張卡 就是像杜麗剛剛說的那張卡 是Food Stamp 就是你專門去超市 譬如說購一些 譬如說你自己要買的菜 或一些日常用品 然後每半個月 他會給你一百塊的美金 所以一整個月 他會給你兩百塊的美金 然後他還會補助你一百塊的 那個一百多塊的尿布錢 然後以及因為他是單親媽媽 所以他就必須要在家裡照顧小孩 所以他還可以再領 失業補助大概是一千一 所以他整個下來 一個月可以領到一千四 或是一千五的補助 對 而且他像剛剛說 美國失業這個問題 是因為其實在美國最低的薪資 是一個小時是九塊多 所以你即使 就是你一整個月很努力工作 你一個月只能賺一千多塊 然後跟失業的人在家的話 他大概是會補助到是九百多塊 但美國在這個部分 他會譬如說 他會到可能某個時間 去你家勘查 或是你是單親媽媽 他會去估算說 你今天這邊的房價是多少 然後我要補助你多少 以及如果你要得到這個補助金的話 你必須要去上課 然後這些課程就是 可能是幫助你站起來 或是你如何再進入那個 搶貨你再次站起來 對... 直進入職場這樣子 太好了 不然會產生很多的肚立們 跟兩位... 肚立們 我很人生工作好不好 對... 他有農場耶 你開玩笑 而且他剛剛透露 他一個房子租給人家 850塊美金 那個... 你也沒有很多啊 沒有那個... 沒有然後40間 他有40間房子 然後一個月... 一間收850 你自己乘以40看多少 你為什麼懶得算 我不會算 哈哈... 後面太多點了是不是 德國也有那個失業補助金 而且... 對外國人也... 在討勞 各國在討勞 對外國人很好 像德國... 失業補助金 是一個月14000台幣 然後另外... 政府也幫你付房租 也幫你保... 那個健保 所以其實... 當然你沒有辦法有豪華的生活 可是你不用餓死 你... 你有一個地方住 你有健保 重點是... 連外國人都可以用到這個 你只要在德國定居 然後有工作過 但是失業之後... 在如果失業之後 你一有工作過 你也可以領到這些錢 所以最近新聞有報一些 來自東歐的人 因為有歐盟嘛 所以其實你在... 你知道是歐盟的國家 你可以到處自由工作 你不需要... 不要特別申請什麼工作許可 所以說很多東歐很窮的國家的人 移民到德國 可能工作一兩年 然後他們也不怕失業 因為一失業 他們在德國的那個失業生活 比自己國家的生活好很多 哦... 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很窮 他們拿不到什麼東西 他們可能一個月的收入 可能在自己國家頂多兩萬歐元 不是兩萬...兩萬台...對不對 兩萬台幣 但是他們從那兩萬台幣 可能要...養整個家庭 要付房租什麼的 在德國通通都不要 所以有一些人故意失業 然後他們還很開心地說 啊...我很愛德國 因為德國對我的福利 比自己的國家好 所以我永遠不想離開 他擺明就是來享受這些福利 哦... 就是這樣子 沒錯 所以現在很多德國人 就是排斥那些外國人 因為他們就浪費那些資源 在俄羅斯 失業三個月後 政府就會幫助你 給你一些失業求情 然後還會幫助你 介紹一些工作 有一個朋友 每次都遇到他 他好像每天過得在 酒吧喝酒啊 啊... 就不知道怎麼樣 每次都問他 你現在在哪裡工作 你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他每次都回答 我現在有失業 所以我在臨時也就激情 所以他根本沒有上班 而且他最近說他心情不好 要出國 出去玩 所以在俄羅斯 就是很多人就是 你的汗液是什麼 他就說我是失業者 就是... 不會 我不知道他怎麼可以 還可以出國玩 對啊 那就很好啊 他還買了一台新車 還買新車 真的 這麼厲害 太扯了吧 因為有的時候 尤其是年輕人 他們可能做一個工作一兩年 然後就是受不了壓力太大了 他們想換工作 可是換工作之前 他們可能先失業幾個月 我每一次都問你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 我有存錢 可是德國人不會這樣子換工作 德國人一定是找好新的工作 才又開始換 在德國失業是一種 大家都很害怕的事情 雖然福利很好 沒有人想要失業在德國 但是我覺得台灣也是有一些福利啊 例如 如果你要看醫生 我覺得 看醫生 括號費不算很貴 還有一個福利 我覺得在西班牙沒有 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還是開始享受 是牙醫 牙醫在台灣 是每一個月 你都可以免費去看一次 有括號費一百塊 這算什麼 但是每六個月你可以去看牙醫 在西班牙你知道去看牙醫多貴嗎 大概如果你去一個簡單的事情 比如說煮牙之後 可能有台幣五千塊 就一次 你說去洗牙嗎 洗牙之後會更貴 洗牙會比煮牙還貴 我覺得有可能貴 那你是不是寧願住牙 對 這又不能空氣 重點一直看錯 沒有 這個講的是真的啦 像而且我有朋友住美國 有一次她媽媽忽然生重病 忽然發作 他們坐救護車超貴耶 我朋友說那次她很近喔 醫院到她家才十五分鐘 她做了 誇張 一萬九千塊還好 我跟妳說 還好 那個已經還好 我聽說 最近聽說有一個人坐救護車 他花了差不多九十萬台幣 他不能從美國坐回台灣啊 對啊 這太遠了 九十萬都可以買那一台救護車 所以現在很多人是因為這個問題 就是開始那個 坐Uber去那個 到底為什麼他坐到九十萬 因為美國太爛了 都是在騙我們的錢 他距離很遠嗎 也沒有到很遠啊 沒有到很遠 因為那個救護車 不是政府開的公司 那是私人的公司 那他們會覺得因為你坐救護車代表 是你有那個 那個 保險 你有那個 保險 如果你願意做那個保險公司 會把那個錢就是彈低一點 那你就是要付你的五十塊 九十萬再怎麼彈低也很貴啊 一樣很貴啊 我也這麼覺得啊 我覺得台灣真的出去 我最驕傲的 就是健保跟U-Bike 是 U-Bike我覺得也非常厲害 對啊 我可以插個嘴嗎 但是等一下我講話會帶情緒 所以請大家原諒我 然後我要用二分之一牆 這麼大的一個平台 好好訴苦一下 因為我覺得台灣一直都在自傲 你們的這個健保有多屌多厲害 但是我覺得 爛爆 蛤 你出去 不是 因為這件事 我最近有請一個律師 來幫我處理一些問題 因為台灣都說 看一次性免費的對不對 這是一個噱頭 哪裡是免費的 每一個月還有交那麼多錢 而且重點是 它不是一個 你要參加你就參加 它是一個強迫性的制度 以前我們不是跟燒小在講這個東西嗎 像他說外國人根本不知道 這件事我們被騙了 過了一兩年 我們要補八萬塊 我們根本不知道 義大利就醫都是免費的 義大利就醫免費的 我們叫拿一張卡 然後呢 其實不管你是去醫院 坐救護車 看醫生都是免費的 而且重點是 這一張卡是 你要參加你就參加 沒有人會強迫你喔 那你參加這張卡的條件是什麼 每個月要繳 像我們每個月要繳健保費 對 那你咧 不是 你叫是義大利人 或是住在義大利的外國人 所以拿到一個 一個類似居留證的東西 你就可以申請這個東西 像英國也是一樣 英國也是從你一出生到老 你看醫生都不用錢的 但是他們都不會像 有些人會濫用資源 對 就是會濫用 因為腦海裡有浮現幾個命運 沒有 就是你知道 就有些人就喜歡濫用資源嘛 那其實就會影響到 也會拖垮到 就是比如說像台灣的健保也是一樣嘛 因為台灣健保都是負債的 可是每個國家都會有這種老鼠石啊 對 其實多少都會有 但是然後像英國呢 他們也是就會有面臨到這樣問題 就是他們看醫生什麼的 他們就變成要排隊排很久 然後所以他們變成是說 一點少病 他們也都不會去看醫生 因為你去的時候 醫生可能也不會收 就是他們會覺得 感冒 感冒你就回家休息 多休息 多喝水就好啦 對啊 然後發燒 那你就吃一些自己的那些 他想說等到你自然好啦 美好也不用看了 對 除非你真的一去可能是吐啦 就是一去就真的 哇 癌症或什麼重病 所以他會立刻幫你安排 不然的話基本上 就是他們也會養成 他們的國民會養成說 就算我生病 就是感冒 發燒什麼的 那我就在家裡休息就好 然後或者是吃一點陳藥 像美國一樣就會吃陳藥這樣子 把醫療資源留給需要的人 對 沒錯 這都已經講成這樣 那瑞典呢 瑞典還得 最好的 瑞典坐救護車 救護車要給你錢 真的 假的 我覺得比較好一個部分是說 因為我們也是有一個 一個福利是說 如果你需要吃藥或什麼 其實瑞典的也是有一個規定 是說如果你的藥費 一年超過 比如說大概 大概是三四千塊台幣 那其他的就是免費 政府就會補回給你 所以你一年的藥費 永遠都不會超過三四千塊 在俄羅斯買房子 如果你 一點都不苦 不貴嗎 在俄羅斯 如果你沒有錢買房子 政府會幫助你 給你一個房子住 蛤 真的 那有什麼條件篩選嗎 就是你就沒有錢買房子 政府就會幫助你 他們就是經過申請就好了 就買了房子 然後在俄羅斯 也有非常特別特別的事情 如果你們剛剛結婚的人 政府就會幫助你 給你一些 大概百分之七十的房價 等於慶祝你們結婚就對了 是一個 恭喜 對啊 對啊 會不會有很多人就是 假結婚 不會 馬丁 馬丁 為什麼馬丁這方面的頭腦 都動得很快 也不會 因為你還是要花 大概百分之三十的房價 所以也不一定會 划算啊 那已經很棒了 好 你看我如果假結婚 真炸房 然後買進來之後 再高價賣出去 對啊 怎麼辦 如果有這種胡云真門怎麼辦 可是那個房子 你就是比較 比較不容易買掉 因為你有一些資料 政府就寫下來 那個是政府幫助你買的 哦 所以比較不容易 哇 夢又睡了 對 而且那個房子 應該是基本房型 對啊 不可能給你住個豪宅什麼的 那個小禎其實不用說夢 所以可以去義大利 怎麼怎麼 因為我們義大利 我們義大利 我突然覺得義大利沒有 我現在想說那麼爛 突然覺得好好 我們義大利有一個東西叫做 人民房子 哦 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符合一些條件 政府 應該就是說市政府 就每個城市不一樣 市政府會給你一個免費的房子 那條件是什麼呢 第一 你要是一個單親爸爸或是單親媽媽 如果你離婚了 或是分手什麼的 然後你有一個孩子 你要養他 政府他不希望你的壓力太大了 所以他說至少你們需要一個可以婚 就是你知道我們是一個家就對了 真的 壓力真的好大 對啊 然後第二個 六郎漢 六郎漢 這你也可以啊 對 也可以啊 杜力也要聽好了 好 我再聽 六郎漢 然後第三個是 身心障礙的人 這你也可以耶 那我跟杜力好適合 有殘缺 什麼殘缺 然後第四個是 年輕的情侶 因為如果你剛剛開始交往 然後你想想可能就是 這以後是我們家什麼的 我跟杜力也可以辦情侶 年輕 可以啊 年輕不行 在西班牙也有一種福利 可能會就是比這些福利還厲害 有一種狀況 是你可以免費拿到房子 然後他們還是給你 免費幫你找一份工作 就給你工作 然後給你房子 全部都是免費的 有什麼狀況 但是這個條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辦法接受 有供應女主人嗎 沒有 你又不會要求太多 沒有 聊聊看嘛 現在不是聊天嗎 沒有是那個 如果有一些比較小 比較 他們已經那邊沒有什麼人名 所以可能那個小樽就快毀滅 可以耶 沒有人 因為你不喜歡跟人類互動 對啊 開頭的情侶 這些小樽會需要你這個禁慮 然後有孩子 沒有孩子不會給你房子 有啊 他有啊 有孩子 他跟肚裡有孩子啊 對 然後 嘿 Yeah 對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你願意搬到那邊 因為是非常向下的地方 是一個有一點規定 因為他要幫助你 你還在那邊選條件耶 而且還想住大城市 對啊 而且你想想看 那邊沒有一個人會講英文 中文更不用說了 那邊只是西班牙文 可以 因為他不喜歡人家的 但是 他不喜歡跟人家互動 對啊 也不用跟人家互動 他都好像很瞭解我 對啊 德國福利好就是 關於就是小孩子 養小孩 哎唷 第一個就是生小孩 我好像有講過 就是可以 離開工作三個月還可以拿薪水 但是總共可以有三年 就是離開三年 那個工作你還不會失業 兩個父母一起 所以你可以怎麼分 媽媽可能離開兩年 爸爸離開一年這樣子 所以你不用怕失業 生小孩之後 美國就不行這方面 另外 如果你有一個小孩 你每個月可以領 七千台幣的 那個養小孩的費用 補助金 對 那如果小孩越多越好 比方說如果你有四個小孩 每一個小孩就可以領八千台幣 所以你有四個小孩就三萬二 哇 對德國人來講 那童秀娟可以領到了 可以 她可以領很多耶 可是德國人通常不會生那麼多小孩 問題來了 移民到德國的 可能東歐或是西亞的人 很會生小孩 而且他們的傳統就是 小孩越多越好 對 所以他們也是一樣就是 利用這些資源 領很多錢 所以他們也有很多人可能工作 其實他們不用工作 因為他們其實領小孩的費用 已經多到 其實可以養整個家庭 這個費用是到 好像二十五歲之前都可以拿 所以那個小孩到大學畢業 才會停止這個費用 到二十五歲 就是你有唸 這個我有聽我舅舅說 如果你有唸到大學 就補到 一直每個月補到二十五歲 對 那就算你不唸大學 他也補到你十八歲 對 對 因為我舅也是就是這樣子補助 因為外國來的居民 你只要有繳稅 有居留權 也有這樣子的補助 好像第一個第二個小孩 是一百九十四歐元 第三個兩百歐元 然後第四個之後 就是兩百二十五歐元 對 沒錯 然後每個月補給你 對 對 然後 其實 而且德國有個很好 剛剛我忘了講 德國健保差 如果全家只有一個人工作 只要一個人有工作 所有人有健保 對 所以比如說 我今天只有爸爸在工作 或只有媽媽在工作 有 全家都可以有健保 然後小孩可以一直有健保 到二十三歲 可是艾莉聽不下去了 對 在俄羅斯 只要生第二個小孩 就可以拿五十萬台幣 五十萬 明了 一個月嗎 還是一年 你是一次 走了吧 二龍師 杜莉走了吧 走了吧 走了吧 而且生小孩子 前就可以 四個月就開始放生家 而且 四個月放產家 四個月 生小孩子 四個月前置 對 就可以開始放生家 生完以後 三年也是 也是放家 生完還放三年 對啊 最誇張的是 就是 可以拿大概百分之八十的 你的薪水 就是三年都可以拿 你的薪水 走了吧 杜莉 那你就三年生一個啦 三年生一個 生一個可以放三年 可以耶 願意跟我一起參嗎 好啊 然後 生到不想生的時候 再整批帶去德國 對啊 因為瑞典也是說 你的運運價是有四百八十天 也是等於一年半的運運價嘛 然後是有薪水也是百分之八十 然後這個四百八十天是 父母共通可以領 然後那時候 就是因為在台灣 然後我以前是上班族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給我三天 然後就三天在寒假日 然後我老婆是禮拜五生小孩 所以我就放了禮拜五 六日 禮拜一回去上班 在台灣 比如說我朋友他們上班族 他們請假好了 其實他們都不太敢請 因為他們很怕請了之後 請太久 你知道他們的職位會被代替 但是呢 在日本的話 是絕對不可能會發生的 因為他們日本 只要你一工作的話 你就是一定有簽約 然後呢 如果像你去請了產假 你請了育嬰假 請了這一年之間呢 你會有一個人來代替你 可是那一個人呢 就是一個叫做 派遣社員 他就是可以 就是到處去 幫別人代替職位的那一種 代班 對 像代班那樣 所以他就幫你代替職位 所以他不會把你的工作給搶走 所以像是 像台灣的話 如果有些人就是請育嬰假 他們就很擔心 就是 我的工作是不是被其他的人來做 然後 他就被調到別的單位或什麼的 就是你原本的工作可能會 比較怕沒有保障 被別人拿走 你就打入冷宮了啦 對 就很怕會這個樣子 但是在日本的話 就是絕對沒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像我表姐這次生小孩啊 她這次生小孩呢 是在台灣生 對 然後台灣生呢 就是不一定嘛 可能公立可能兩萬 到私立可能到十幾萬都有嘛 對 然後他就選了一個中間 只大概六萬多塊左右 他就在台灣生嘛 然後他呢 在日本呢 可以領到補助 嗯 對 因為在日本 生小孩事實上是有補助的 因為日本生小孩是很貴的 他們可以領到四十二萬日幣 就等於相當於台幣十幾萬 對 所以就變成是說 他在台灣生小孩 然後拿那個生命 然後證明 然後拿去日本 還可以領個補助的錢 然後出生證明可以補助 對 可以補助 所以等於說他生小孩 還可以賺錢 瑞典人啊 在台灣生小孩 可以拿回去瑞典申請補助嗎 呃 是可以 但是因為就是 就是有沒有住在瑞典 是重點 哦 對 像我覺得 聽你們說這麼多 我還是覺得義大利最好 是 如果那個 小梁哥跟杜莉 無法領取那個年輕人的福利 沒關係 因為在義大利養老 也想非常好 好耶 快快時間快轉啊 考慮得好周到 你們時間快轉好多 剛剛還是年輕情侶 現在已經在養老了 沒想到大家 都一直 照顧著我跟杜莉 謝謝大家 因為我要跟你們說 義大利有一條很棒的法律 我願意給你們聽 他說 凡持有永久居留卡 且在義大利住滿十年 男65歲以上 女60歲以上 無論之前嫁稅 有納稅與否 都可以領取五百五十歐元 每一個月的養老金 很好耶 去了吧 五百五十歐 大概是兩萬多台幣 像我有一個阿嬤 她很老 她大概 九十八歲 她這一輩子也沒有工作 有工作了 但是不是在公司 所以她應該也沒有交過稅 有一次啊 我跟我台灣朋友 去幫她那個慶祝生日 然後她很多很多人 然後我朋友 因為台灣人客氣嘛 她有請客 我朋友說我先去結帳 我說請 我說千萬不要 因為義大利人很愛面子 確實 我阿嬤她說我要去結帳 二十人全部都是她請客 然後當天好像是 一千歐的這個餐費很多 但我朋友跟我說 那你阿嬤怎麼可以 怎麼這麼有錢 然後我就跟她說 義大利我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她就她就嚇一跳 她說台灣如果你沒有工作過 然後你沒有可能薪水 或是要過稅 不可能有這麼多錢 沒有任何補助啊 對啊 在俄羅斯我的爺爺奶奶 都是已經現在60歲 她們每個月都沒有工作 還可以拿一萬台幣 而且老人每年都有 二十天的旅行 可以住hotel 完全免費 哇 所以我爺爺奶奶 每年都去玩 去旅行 跟她們朋友在一起 好吧 我們輸了 我們輸了 接下來我應該會去俄羅斯 那我跟杜莉到底要去哪裡 俄羅斯吧 俄羅斯 俄羅斯了吧 除了基本工作之外 像她們講的那個社福 還有長照的部分 真的是 你長照的陣子 要多多參考 長期照顧 所以你看她們剛剛講 那個養老福利真的是很好 要不然你跟杜莉要去哪兒養老 對不對 好不好 為了我跟杜莉著想 我們大家真的多多想想辦法 好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哈囉大家好 你們訂閱我們的YouTube了嗎 想要看我們幽默帥氣的模樣 就趕快按下訂閱鍵吧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們的動力喔